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完这句话 老者缓缓闭上了眼睛 不再说什么 汉利深深的望了他两眼 就静止往城中走去 进了城门 此时的天星城内 街道上还有人影啊 只能说偶尔看见一两名修士 在天上飞来飞去 凡人大都躲在家里 一片萧条之色呀 汉利面色如常 心里却暗自庆幸一生啊 看着情形啊 城内的访饰十有八九肯定处于关闭状态 若他没有在南明岛提前准备好了所需物品 恐怕此刻真的要头痛无比了 汉利滴滴的轻笑了一声 人就化为了一道青红飞向空中 然后是直奔那圣山的洞府顿去 在经过圣山脚下的仿式的时候 汉利不由的低头瞅了一眼 果然啊 所有的店铺都处于关门的状态 一个鬼影都没有啊 汉利轻轻摇了摇头 没有多停留 飞向了圣山三十九层 一进入圣山的区域 汉利就敏锐的感到 戒备比起以往的外城更加的森严啊 光是暗中打亮主意的他的神石就有十几波之多 但好在这些神石一扫到他手上的黄色指环之后 就自动的离开了 没有什么人现身出来盘望汉利 让汉利眉头一皱的是 其中竟然还有结当后期修饰的神石 汉利装作不知的一口气飞到了自己的洞府前 洞府外面的禁制和他出发的时候一样 没有丝毫的改变 可是汉利站在禁制外呆呆的看了一会儿之后 却长长的叹息了一声 这次的外出时间没有多长 可是数次陷入生死一线之间的 甚至弄到不得不抛弃这座呆了近百年的洞府了 这真让汉利有一点点伤感 他用禁制令牌默然地放开了禁制 人慢慢地走了进去 那府内的一切自然保持着原样 汉利则先去最关心的虫世叹了一眼 见到那些射金虫全都安然无恙 才真正放下心来 不过他马上用一只早已准备好的灵兽袋 将所有的射金虫都装入其中 然后又去药园一趟 将灵药都采摘了下来 统统地收进了储物袋中 做完这一切之后 汉利暂时松了一口气 缓缓地走到了卧室 躺在床上 他开始细细思量 今后的计划 必须杀掉一名烈兴盟同街的修士 才可以使用传送阵到外星海 这个条件对他来说 倒不算怎么难 但是汉利担心的是 恐怕大战还未开始 新宫的人就得知了 虚天柄可能在自己身上的消息 毕竟他无法估计 那些老怪物何时会顿出虚天殿来 万一这些老怪物到时候泄露出了这个消息 他绝对是死路一条 除此之外 他还另有一点顾虑 什么呢 虽然不大可能 他也害怕 即使达成了条件 新宫高层到时候另玩什么花招 他还是干瞪眼 无法使用这传送阵的 毕竟高层即使反悔了 他们这些修士还能拿对方怎么样吗 因此啊 虽然在城门的时候 他不动声色的答应了新宫的条件 但一开始 他就没打算会老老实实的干等新宫的召唤 他准备探测一下传送阵附近的戒备情况 看看能否偷偷的传送出去 若是戒备真的松懈 他自然会趁机开溜 至于是否会因此彻底得罪 新宫这个庞然大物 反正迟早会被那群 原因的老怪物们盯上 他似乎已经不在乎此事了 这样自我安慰的想着 韩丽就在床上昏昏沉沉的睡去 几经波折 他身心的确是疲惫不堪的 第二天 韩丽精神抖擞地醒来 天色大亮 他缓缓地走出了洞府 飞顿到了空中 想四下望去 虽然说修士仍然远不及平时之多 但数量可比昨天进城的时候 有天壤之别 看来这个时间段可以自由地活动 韩丽没有怎么迟疑 驾起顿光 先在附近飞顿一圈 见没有什么人监视和注意自己之后 就直奔第五十层而去 路上的戒备 外松内紧 没多久 韩丽就飞到了 设有传送镇的新宫殿上空 他没有停留片刻 装作路过的从大殿上空一律而过 但是就在这短短的瞬间 韩丽的神石却悄然地探入了殿内 开始还很顺利 几乎没有任何阻碍地侵入了外殿的大部分区域 但是神石一接近内殿部分之后 却漠然出现了一层青黄两色的禁制 幸亏啊 韩丽见机的快 并没有真正的触动此禁制 就急忙撤回了神石 与此同时 他脸上的神色一沉 虽然按照估计 这点禁制应该挡不住 他神石的强行入侵 但是如此一来呢 就会惊动殿内修饰的注意 韩丽还不会做这般愚蠢的事情 在空中 他双眉不禁紧锁 因为禁制关系 他并没有探测到 殿内留守修饰的数量和修为 但是原因其修饰 应该不会出现在此处的 殿内顶多有 结单中期或后期的修饰 就了不得了 毕竟相比其他重要之所 这星空殿不会太受星宫高层注意的 哈利飞出去足够远的距离之后 才兜了一个大圈子 稍微偏离一些原来的路线 再次飞顿而回 这一次经过星空殿一侧的时候 哈利有些不甘心的再次将神石放出 看一看能否找到此殿禁制的什么破绽 可是没有探测到禁制有什么纰漏 却有一句粗雅的声音突然传进了耳中 张道友 情况怎么样啊 那位把手传送阵的家伙怎么说 三千零十一个人还不行啊 这可是我们能出的最大数目了 哈利文听此言先是一惊 然后心里呢又是一动 目光飞快的往远处低空飞行的 两名星士瞅了一眼 顿光速度顿时放缓 这两名修士啊 一位是黑脸灰山的中年人 另一位呢 则是个面黄鸡兽的销兽汉子 两个人都是铸鸡期中期的修为 刚才说话的就是那个销兽汉子 二人一副小心谨慎 并且单独在一片无人处 窃窃私语着 但在哈利强大神识的笼罩之下 还是一字不落的清晰提到 噓 小声点 还是传音谈这件事情吧 韩利却激警至极的瞬间隐匿了身形 并马上进入了脸膝的状态 他们自然没有发现 与此同时 韩利将神识从其他地方马上收回 全都集中到了这两个人身上 准备强行偷听两个人的传音 这也是韩利神识实在是远超二人 才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做到 否则其他的结单期修士 也只有配合几种罕见的顶阶秘书 才有可能偷听二人的传音 虽然对方和在下有一点远亲 但是独自放人到外星海去 还是要担当不小的风险 他说了 除非五千零食一个人 否则想也别想 这还是看在我们都是助机器修士 对新宫来说可有可无的份上 若是结单期的修士 就是给他再多的零食 他绝不会放走半个的 寿小汉子苦笑了一声 有些无奈的说道 五千 他真把我们几个当大肥羊了 我们只是助机器的修为 上哪去 操那么多的零食啊 可继续留在内海 太危险了 我们散修随时都可能卷入 这次浩劫呀 到时候小命都没了 还要零食有啥用啊 毕竟我们也推算过了 星宫和逆星门的实力相差不多 很可能大战会延续数年 甚至几十年 我可不想整天的提心吊胆的东西 躲西藏 至于零食 我们大家身上应该还有不少 压箱底的珍稀材料吧 那勉强凑凑 也可以充当零食 敌给对方的 这一点 那个人还会卖我这个面子的 这不行 难道为了传送到外星海 还真让我们倾家荡产 我说什么也不干啊 黑脸中年人呐 仿佛是个守财奴 算了 这件事我二人还是看看其他人怎么决定的吧 瘦小汉子似乎同样的苦恼 有些不甘 这二人说到这里的时候 就脸色阴沉停止了交谈 并加快了玉器的速度 直往山下飞驰而去 汉利并没有紧随二人 如此一来 这也太露行迹了 但他将一丝神石 偷偷的缠在了瘦小汉子身上 然后 神色冷漠的目送二人 飞出一段距离之后 才不慌不忙的显出了身形 远远的跟去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这两个人的速度 对汉利来说 实在是够慢的呀 足足飞行了一个多时辰之后 还飞到了圣山第四层 并肩走进了一座 普通至极的宅院之中 片刻之后 汉利的身影就出现在了 院子的上空 这里的环境看起来还算幽静 附近除了远远几座 同样式样的院落之外 还有一小片碧绿的竹林 颇有几分优雅之意 汉利望了这个院子 目中是一丝金光闪过 这座宅院呢 别看不起眼 但院外还布置了一个 小型的流水镇法镇 虽然对付真正想要闯入的入侵者 不会有什么作用 但是总算还能起到一丝预警的 不过此阵法别说对付汉利 就是来一位稍微懂一些阵法知识的 普通节单期修饰 都起不到丝毫的作用 汉利完全有信心 在不惊动外面尽致的情况下 轻易的潜入进去 而下面汉利也正是如此做的 他两手一掐法绝 身形一阵模糊之后 忽然在一片清光中 漠然不见了踪影 不久 隐蔽着身形的汉利 无声无息的出现在了怨落之中 此刻的他收敛了全身的法力流动 不要说是筑基其修士 就是那结单期的修仙者 想要发现汉利都几乎不可能 这也是汉利小心起见 生怕此处真有结单期修士的缘故 否则使用普通的隐匿之术 就完全可以了 汉利就站在院子中间 一动不动 但是神石却以他为中心 缓缓地散开了 将整座院落都罩在了里边 随后他脸上闪过了一丝异色 一转脸盯住了左侧的一间厢房 他清楚地感应到 其他的屋子里边空无一人 只有在这间不大的厢房里 竟同时有七名修士待在里面 那寿宵汉子和黑脸中年人也在其中 其人中有两名女子 一位呢 是颇有几分姿色的妇人 另一位则是相貌普通的年轻女子 但这些人中 修为最高的却是一位眼露金光 有个阴沟鼻子的锦衣大汉 除了那个看起来让人不舒服的鼻子之外 此人相貌倒也算得上是五官端正 仪表堂堂 他大约有铸鸡后期的修为 已经进入了甲丹境界 完全可以开始准备宁丹了 其余之人呢 则大多是铸鸡初中期的水准 这也很正常 想要去外星海 这种修为是最起码的了 不过 不知道这些人刚刚讨论过了什么问题 人人神色阴沉 漠然无语 整个厢房内寂静无声 竟然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韩丽并不急 就静静的站在原地等着 他相信啊 这些人后面的交谈 一定会给他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然后他才决定下一步 果然一展察的功夫之后 中年夫人有些沉不住气了 义兄 刚才黄道友已经带话回来了 对方竟然要五千零食一个人 才肯放我等到外星海去 我们到底是完成新宫的任务 光明正大的船走 还是真的私下交付零食 偷偷地传送过去 义兄 你倒是拿个主意啊 毕竟大家一起 到时候就是人家想放咱们走 恐怕 也来不及了吧 女人的声音有些烦躁 刘夫人 听你的口气 似乎很愿意掏这笔零食啊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道友啊 你身家富裕 也许并不在意这笔树木 但我夫妇二人就是倾尽所有 也拿不出这些零食的 除非道友打算独自一个人过去不成 一位坐在年轻女子旁边的白脸羞逝 脸色一沉 中年女人听了这话 脸上露出的不快 同样不满地反问道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独自过去了 我这不是在询问义兄吗 义道友阅历丰富 又是我们中修为最高的人 想必他能给我们好好分析一下 此中的利弊 好了好了 两位道友不用说了 刘道友不会独自传送离去的 外星还可不是助击其修士 就能单独闯荡的 只有我们这些人一起行动 才能在那里好好活下去 运气好的话 宰杀一些灵兽 还可以炼制一些灵丹 可以让大家的修为大有长进 所以外星还一定要去的 不过我们也不用去完成什么任务 或者杀什么铜街修士去 在大战中 即使节单期修士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小命 更何况我们这些低阶修士了 何况我也有一些担心 新宫高层到时候会不会出尔反尔 锦衣大汉那个鹰钩鼻子终于冷冷开口了 不会吧 这新宫以前好像没有做过食言的事情 一道友 你是不是多虑了呀 说话的是一个显得非常壮实的青年 虽然年纪很轻 但却是给人一种很老成的感觉 哼 虽然可能性不大 但是并不是一定不会发生 现在可不是新宫一家独大的石器 若是新宫真的感觉此战危险的话 自然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除尔反尔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哼 我了解他们那些人 锦衣大汉 脸色抽搐了一下 不懈的哼了一声 仿佛非常了解这些势力的样子 听了这话 屋里边又是一片安静 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沉浮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怀人修仙传》第287回